在世间这风荡雨有一种爱 从六岁到八十也不甘改 用我飞天空开阔前望将来 寒或暖有笑容可一可在 遥远赤身参与漫长竞赛 回家这路线快乐报警四边覆盖 越行越远困倦了总有家中 这都没有为我开 在世间不声不语有一种爱 游润到叫铁石种出花开 不惊不觉背包超载情或语要记住 相亲相爱无限暖最美是这一种爱 刘先生, 刘太太, 这件案件 我常用完全没问题, 放心 我走了, 有人要跟车吗? 好, 晨晨呢? 不用了, 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准时下班 我还有几份会计记录还没做 你走得下 或许你的老板最喜欢你下班的时间 然后再多一些事给你做 走了 走了 再见 再见 走, 坐下车 有, 明天早九点 我约了陆太一宗案件 到现在律师上来谈话 这两份文件要翻译给我们看 对方律师是KM署的 你今天搞得不搞得如何? 应该没问题的 那明天你再来准备, 别晚了 你这么多工作 我想你今晚也不用睡了 我习惯了这朝八晚上十一 律师生涯 我几个饭盒, 吃你一份吧 也好 晨晨, 本来人家说你喜欢楼上有 我不信的, 我现在真的信了 神经病 神经病 先去修处 吃什么饭盒, 我约了人 约了谁? 你不记得吗? 地獄美天师 第三代激情进化版 不是明天公开发售吗? 我马上去等公开发售吗? 游戏商知道我喜欢 就第一刻送它给我 那我们不是第一个跟你 有亲密接触的人吗? 当然了 我今晚有很多工作 就是没了家里的音响就不行 当然没了你也不行 不是不约我们吧? 快点, 欠你而已 快点 但是什么? 快点 走不走, 没有朋友去做 快… 快… 你避免才行? 加油,我給你一點 冷靜…放下… 飛… 飛… 不用這麼得意,讓一下你們,對嗎? 你別明白你選擇的夥伴 你也不能發揮你平日的水準 沒有,現在十二點半,有陣子追 你去吧 很幸福,你們慢慢玩 什麼?慢慢玩?別這麼掃興,一起玩吧 我告訴你,不用管我們,你們玩吧 我也差不多了,不要受風 什麼沒有受風?坐下 載我,沒有地址 你是不是沒有地址?坐下 你不是真的打算叫我 在梳化上過夜吧?下次再說吧 這樣吧,Bill 再見 你不要義氣 再見 我也是兩份合約要做 今晚到此為止 什麼到此為止?關都沒過 神經病,明天Alex… Alex 這樣吧,這份文件我幫你做一半 夠時間做吧 不要,還是做事比較重要 做事是重要,但打遊戲也很重要 你看婆婆,現在身陷險境要幫忙 婆婆不是我師父,不會欺負我面子 我也會欺負我面子,看 你是不是先幫我做一半? 不做正規功 要 來 坐…拿著… 開始… 1、2、3,開始 還錢 怎麼嘛? 不知道 是 Hiley,你今天好看了 我總是閒靜的自賣套餐 我的半份東西呢? 我放下這些東西,行不行嗎? 不行,師父正在想你 他把東西印刷出來給他 一程這段時間也不單純,有沒有這麼心急 我跟你說 官司加夜不是心急就可以贏 你到底有沒有做到? 本來我是想幫你做的 但是昨晚人來找我 誰呀? 周公 師父罵我了 我有預感,弗文件今天不會用的 我有預感,你有沒有擺盪?龜蛋 不知道要怎麼做 Judy,馬壯 是呀,我叫你做的事可以做了 謝謝 還說怎麼做? 三分鐘之後 我要收回剛才你龜蛋的說話 還要你叫我做契哥 我叫你,我做的 早安,那兩份文件搞定了嗎? 其實呢 對不起 是 好,我們這邊沒問題 那改明天吧,再見 其實我想要多點時間做 好,剛剛對家那邊打來說要押頭 那你明天搞定之後放在我的桌子上 來吧 好 我幫了你,是不是應該叫我做契哥呢? 叫你先偷 John,午餐餐我訂了意大利餐 先說,你請的 意大利餐你也瘋死了 你以為KM主的秘書好以華為琴嗎? 上次不是看我幫到她的份上 今次張會退後的日子嗎? 一頓意大利餐 意大利餐是什麼? 樓上有 你馬上進入我房間 我覺得… 那你現在就是告訴我 你因為打遊戲機 而沒有做到一份本來 今天要交的文件? 那就是失職了 其實呢 你呢?還要怕我罵你 所以就用不應該的方法 擅自延遲的會 一個建築師可以失敗的事 你全部都失敗了 所有罪名都是成立的 但John剛才打給對方的律師 我只是早了幾十秒才知道 這件事我不會認罪 那是不是John要洗黑錢還是洗黑錢 他叫你收回容就收回容 我當然不會這麼做 我也相信John也不會這麼做 我不知道你憑什麼 這麼肯定這個人的人格 但我告訴你 他自己是一個L.E. 而你是一個律師 有什麼事上來被人釘牌的 是你,不是他 打一個人情牌 就只有一個會 不會釘牌這麼嚴重的吧 是呀,這件事經常發生 但也要看你怎麼打人情牌才行 濫用人情牌 到時候對家律師要改期的話 我們不能說不定的 我明白了 坐吧 我知道整件事不是完全與你無關 但是近朱者一尺,近默者一刻 你整天群著John 只會學習他的古惑東西 他教壞你而已 我下次不會了 在公事上我可以對你有要求 但是私事上我無法管理 總之你記住了一句話 你跟什麼人交朋友 是很影響到別人怎麼看你 這句話這麼像我姐平時 掛在後面的金句 那就是因為你姐疼你和緊張你 你聽也好,你不聽也好 你不要再整天群著John 他對你的事業上一點好處都沒有 行了,我知道怎麼做了 這次算了,下次不要了,出去做事 等等,你幫我看看 有哪個同事想接這宗案子 紡織大王的兒子 除細負擔離婚案子 為什麼來不接呢 因為我最看不起那些 為了錢而欠婦人權的父母 我不想做一個幫兇害了小朋友 那我先出發去 Makie姐,這宗案子Alex說沒事 等等,官司的事我一向都不理 你自己交給壯士 你幫我交給他 別傻了,在後面而已 是不是他給我?拿來吧 晴晴,這宗案子Alex說沒事的 你別煩我,我還有很多事還沒做 你別騷擾別人,給我 別給你… 靖哥,如果不是打算幫我減輕 我的工作負擔,不要吵架 那沒事了 來,過來 什麼事?當我透明,說 訊文件你給我的嘛 我們吃飯慢慢談 不好意思,各位 我下午約了人吃飯,不跟大家吃 你滿意吧,尹律師 我想我們還是不可能 分開可能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我要跟你終止這一段不正常的關係 不是 你偷偷地發個短訊給我 就是跟我說這種話嗎? 我認真的,我要跟你絕交 如果跟你真的有那種關係的話 都是我非你,不是你非我 你這麼厲害 我當然是厲害,看你的樣子 如果別人知道是你非我的 我馬狀還用出來逛 當然 當然 我師父說你不是好人 要我替你保持他們 你師父是孤獨精,你是不是想學他 不想,但我知道他為我好 像我姐姐所說 認識朋友會認識得更厲害 他替我把所有朋友篩過了 那倒是對,我馬狀是天才 你可不可以不要經常開口閉嘴 像姐姐、師父那樣 你自己怎麼想的? 那我自己怎麼想的? 你搬出來最豈不是開心很多 剛才你辦公室都做了一整天大龍鳳 你騙得到我的,你不就繼續騙下去 剛才風頭火勢嘛 如果讓我師父知道 你不說的話,你師父不會知道 就是這樣 騙人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 你看我便知道 我便知道 我師父就不想我刺理你 你壞事都做了,是我來揹 你被人罵就當作唱歌很簡單 我臉皮沒你這麼好 不是你的臉皮薄 好,是你因為生活於你姐姐的淫威之下 就像這樣,就像一隻沒了牙齒的老虎一樣 那我便搬了出來住了 這是第一步 看來剛才變成了姐姐 又有女魔頭 我真是替你可憐 對了,就是這團火,保持住 今早份文宴幫你做好組了 你回去就大大聲就跟他說 我做好了 為甚麼你做得這麼快? 做得做不到就變成媽媽夫 你不可以低估我馬葬 這個天才的能力 還有,你在辦公室傳來傳來的文件 我已經看好了 那你是不是決定交給阿嚴律師呢? 這些案子對他來說很細緻 那你師父為甚麼不接呢? 那個徐先生是海庫集團的太子爺 他爸爸徐大庫說 如果他拿不到兒子的撫養權 就不會分身交給他 所以師父呢? 行了,又是甚麼無謂尊嚴 又是甚麼不想做幫兇 怕害了小朋友一輩子的那樣 你真是很了解他 你們不做情侶浪費了 知己知彼而已 徐先生是有權照顧他的兒子的 即是無論他的動機適合與錯 我們都不可以否定這個權利 但是十歲以下的小朋友 通常會判給他媽媽 徐先生跟兒子的關係這麼疏離 贏面也很細 細就是有了 老爺也會看看小朋友的意願 還有我現在對方 有意分開徐先生跟小朋友的關係 這個也是我們最大的籌碼 你說得好像贏了 難度高,我喜歡挑戰的 看我的表現吧 那個臭婆娘經常說他公幹 一去就去了一整個月 我經常都見不到兒子 那你對上一次見你兒子是甚麼時候 就是父親節那天 我那天從早上陪Andy兒子陪到晚上 之後還帶他去高球球 吃西餐、買玩具、買衣服 算了,也有整個月沒見過你兒子了 我前妻整天就不聽我的電話 要不就說Andy兒子睡著了 免得吵醒他 有次更離譜 帶他去美國滴滴來玩 弄得兒子一點都不親近我 就是這樣下去,我一定會輸給他 我一定會輸給你 徐先生,如果沒有猜錯的話 就是因為你上次 和北京女明星全匪民 你老婆就帶兒子走 你怎麼知道? 千萬不要低估 女人妒忌起來會做的事 那個臭婆娘運私家偵探查我? 那我還可以怎麼樣? 上次Andy兒子 她說喜歡那個反斗車神 我就馬上買個車仔玩具送給他 嚴格來說,是你秘書送過去的 不,其實我… 其實你貴人善亡,我們明白的 但Andy兒子快去見社工了 我想你就是要做些事了 那… 你信不信得過馬葬? 如果信得過,我幫你拆掉他 怎麼樣?霞姐 幫你送文件去KP方那裡 行了,我放下了卡片 在文件上打給你了 就這樣吧,再見 血成鬼應酷還是狂野老闆? 老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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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說買新遊戲? 我去找什麼呢? 你自己去玩吧,別吵我了,好嗎? 乖 你什麼呢? 別吵,現在正在做正經事 從現在開始,一句聲音都不准說話 Andy,你乖乖地跟婆婆在這裡選玩具 喜歡買什麼就買什麼 媽媽的時間回公司開會了 媽媽,你先別走 你乖乖,做得媽媽今晚買你最喜歡的 朱古力給你吃好不好? 媽媽,待會你們買完東西 別到處去,坐的士班吧 我知道了,你放心上班吧 再見,Andy 再見 再見 機會到了 婆婆,陪孫仔買玩具嗎? 不用怕…其實是這樣的 我兒子快生日 我不知道買什麼玩具給她好 好,那就打算問一下孫兒子,可不可以嗎? 可以… 謝謝 小朋友,你平時喜歡什麼? 我喜歡死光超人 死光超人? 我想你還是說你的兒子比較好 小朋友說話不可以為盡 也是 真的嗎? 你…你不用怕她 我剛才說的那個兒子就是她 她就是我的兒子 她?不是吧,神高神大 你沒看神高神大 其實她自身只有八歲而已 她小時候不小心摺摸了頭,真可憐 你看她,什麼都不懂得說 我現在心不知道多麼痛 真可惜,一表人才 別這樣了 我現在立刻替你買死光超人 燒了 謝謝你,太太,不妨礙你 來吧 小姐,你們這兒誰叫馬狀? 為什麼會想來的? 徐太太,我是馬狀,有什麼事? 我和徐細傅已經離婚了 麻煩你叫我做劉小姐 不好意思,劉小姐 還有,麻煩你以後不要再騷擾我的兒子 要不然我去律師公會倒投訴你們 劉小姐是讀書人,說話要有證據 我前夫額外給了你很多錢嗎? 你用這麼卑鄙的手段 接觸我兒子來吐料 這樣說,我真的會告你誹謗的 你跟姓徐哥說,這樣做是沒用的 兒子只有八歲 那官一定會判給媽媽 那是否贏要打過才知道 但我想提醒劉小姐一句 如果官判了兒子給你的 我當事人也是這個探視權 探視權,他根本就不是關心兒子 如果他沒有去爸爸的遺產 你以為他還會關心Andy嗎? 或者有些人沒有給機會 徐先生表現父愛而已 總之,拜託你們一個二個 不要再埋在我兒子身邊半步 不是我的律師不會放過你們 不鬆了,劉小姐 你現在明白為何我叫你 不要困住馬葬 他這樣做早晚會令我們律師樓 命運掃地 但我覺得是那個劉小姐的狼禮 如果他不是做挑人性的行為 擦著人家的火,人家也不會這樣 他沒有騷擾到小朋友 只在他婆婆在場之下 跟他小朋友聊了幾句 你別告訴我你哥哥也在場 我之前跟你說過什麼 我覺得我有權選擇自己朋友 好,就不說你跟他私底下的關係 就要說公事 做律師的 不是為了贏單公司又不擇手段 我們要做一些正確的事 John這次坐不上了 不要讓你們的交情 影響到你分別是非的能力 也不要讓你偏見 蒙蔽了你對真相的判斷力 你現在又想告訴我 John這樣做背後有一個很貴大的真相? 他想幫徐先生,也想幫他的兒子 樓上有 是我一直高估了你的原則 還是我低估了馬葬 顛到是非的能力? 他沒有把我打腦了 這案子我不是想跟你打法例 我只是想求情 在你做結案陳詞之前 我想帶你看些東西 好啊 我也想知道馬葬有什麼功夫 讓你覺得他這樣騷擾別人是對的 哥哥就是徐先生的兒子Andy 今天星期日 Richard跟對方的律師交換好 徐先生可以帶兒子出來玩一天 怎麼搞的? 他們只有小兒子在這裡 你先看下去吧 其實很多爸爸都跟徐先生一樣 平常只會工作 不少你怎麼親近的兒子 久而久之只會買物質的東西給他 你現在想告訴我 John是啟蒙了他? 我不是想美化他 但John的確是用他的方法 查出徐先生的兒子喜歡什麼 最終也能說服徐先生扮他的兒子 最喜歡的超雲來探望他 我不是說是個小兒子 不少男人可以在眾目攀攀之下 躺在地上 除非徐先生是個職業演員 否則我相信他笑容是發自內心的 他呢?我就不肯定了 但是那個小兒子的笑容 就百分百是開心的 我不知道John這樣做 可否幫徐先生爭取的撫養權 或者John真的像你要這樣說 不是一個好人 但無論他出發點 是不是一個小朋友也好 我現在眼見的就是爸爸和小朋友 因為這樣 而有一段從未試過這麼愉快的時光 那你現在是想證明John這樣做得對嗎 我只是好奇 如果以後我是個法官的話 看見這一幕會不會影響到我判決 雖然你不相信劉仔會做到法官 你一刻對於劉尚有 有可不可以做到一個成功的律師 我開始懷疑 他看徐先生的案子 用錯了角度 但對於馬葬 他的確 用了一個我從未想過的觀點 來激倒了我 你一刻對於天空開闊 前往將內 寒或暖 有笑容可一可在 遙遠 赤身參與漫長競賽 回家這路線 快樂到境 四邊覆蓋 越行越遠 困倦了總有家中 這倒無 為我開 在世間 不勝不愈 又 了解 來